好幾噸中的貨櫃就像是清飄飄的保麗龍香一樣 一吹就倒 甚至從最高處直接滾落 瞬間變得東倒西歪 山陀兒颱風 強襲高雄 小港地區成為重災區 還有其他貨櫃廠也傳出災情 坐在車裡 外面狂風呼呼吹 沒想到眼前一個大貨櫃就這樣很躺在路邊 強風過後看到在小港地區 我後方的這個堆放貨櫃的物流中心 原本這些貨櫃是層層堆疊起來 但是因為強風一陣吹下來之後 現在至少現在看到有兩個大貨櫃是硬生倒塌了 貨櫃被狂風吹落 維尼承受不了重量直接倒塌 甚至還有一盞路燈從底部硬生生被折成90度 而在前陣渔港則有漁船斷然飄走 3號一早開始 高雄的風浪就逐漸增大 甚至測得破紀錄的17級以上陣風 導致前陣渔港9艘漁船飄出 已經飄到對面了 現在在那邊沒有走 一路飄甚至跑進高雄港內航道 鎖性船隻狀況都無異常 港務公司也已經派拖船封鎖漁港出入口 等到海上平穩會再漁船拖回港 颱風帶來災情不只海港或貴區 在市區甚至上演驚悚這一幕 一整片的鐵皮屋頂被陣陣大風吹到掀起 還飛起來砸向鄰居的樓頂發出巨大聲響 僅存的一片鐵皮還在強風中搖搖欲墜 另一棟民宅也發生驚險一瞬間 強風吹襲屋頂開開合合 最終還是抵擋不了整片被吹走 觸摸清新畫面 全被對面的居民給拍了下來 颱風天非必要別外出 若是一定得出門 就要注意四周路況提高警覺 TVBS新聞愛招賢宋沛文高雄報導 記錄